有那种主播的感觉 Hello guys, this is Crystal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今天这支视频的主题呢就是 这样的网课我也愿意上 最近呢因为这个疫情 很多地方的很多学校 基本上都没有开学 那么我呢?我呢已经开学了 其实就是网上开学啦 就是在网上上网课 作为一个Vlogger 我们就记录一下 在网上上课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同时呢我也会总结一下 上网课的优点和缺点 悄悄地告诉大家 我们的老师非常的搞笑 废话不多说 Let's go 我们这期期的第一节课呢 是媒体经营与管理 然后上网这个网课的老师 是我们专业第一个 通过上网的方式授课的老师 所以他身担重任 就是以身作则 然后还要为大家测试一下 丁丁的所有的能够帮助我们上课的功能 然后我们这个老师特别的搞笑 就是他为了就是有那种主播的感觉 他说他前几天都在那个淘宝去学习 去观摩 淘宝主播到底是怎么直播的 然后他说他有学一点那种淘宝的那种风范 我一进那个直播间我都惊了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上直播课嘛 但是丝毫没有第一次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第一句话就是 欢迎群里的宝宝 欢迎群里的宝宝 群里的宝宝来了的call 1 来了的call 1 就是你懂吧 就是那种很搞笑啊 然后我们这个老师的话课间 还有跟我们修狗狗 他穿的是顺风 他穿的是顺风 该看猫的 哼哼哠哼 睡着糊涂 睡着糊涂 来看看那个屏幕 有人要看你 她总是喜欢玩我的头发 我女儿来凑杯热闹 好多人给我热闹 跟你们好 有种当网红的感觉 就我觉得这一招 我真的推荐给所有上网课的老师 就她会通过这种宠物 然后很快地拉近学生 学生和老师的距离真的特别的棒 真的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们老师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就是 她不是很满意那个丁丁直播没有那个美颜 这个丁丁直播啊没有美颜不行 就是显得我太ugly了 不得行 就是我们好歹有一些拍摄经验嘛 我就跟她说 老师就是你可以去那个淘宝买一下直播美颜 老师说好 她说她下一次就用这个来美一下颜 她自己带上这个美颜 然后我们的第二节课呢就是 英语的口语写作课 它跟我们的第一节课不一样 就是它不是那种授课型的 就有些课是授课型为主 那种互动为辅 那这个课呢就是学生需要大量的宴席 老师需要播放大量的视频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课上网课的话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桌上的配置 这是笔记本 然后这是手机的课件 直播的平台 也不是很卡 如果很卡的话 丁丁它有一个速度的切换 就不是很卡 它是我们的生命 我本来连接来着 然后结果老师给我挂了 本来要回答问题 然后我屏幕都开了 你瞧瞧 结果老师给我挂了 It's ok Aldu They're about possibility About exploration and imagination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y are about not giving up This movie is a romantic comedy With a small budgeted film It also conveying the value That even if we can't change the society And rules Sometimes, we still need to 固定一些主意和解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可以从这些电影里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电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 上了一天的课 我来总结一下上网课对于学生来说 优点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可以节约上下课的时间 而且你早上可以不洗脸不刷 不能不刷牙 不洗脸不化妆 像我们女生就是不化妆 然后省时省力 还省了这个化妆品的钱 然后第二个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 就是看PPT会更仔细 因为就在你这个面前嘛 第三个呢 就是你可以通过打字 你在那个公屏上可以随时发表意见 这样的话你发表的那个文字版本 老师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却没有打断它 对吧 第四个呢 我觉得通过网络的形式 我自我感觉 感觉老师和学生的距离更亲近了 就是老师在网络上就感觉更开得起玩笑 我不知道是为啥 可能就是如果你在教室的话 就有那种神圣的感觉 就你在教室吧 就感觉教室的光辉 没人失表 你不能开玩笑什么之类的 或者可能教室有那种摄像头 直播的话 因为他自己在家嘛 就更轻松 然后学生通过这种文字啊 表达自己的意见啊 我觉得还蛮利于这种老师和学生拉近距离的 你说呢 第五个是 我问了很多朋友 他们都觉得就是 我们可以一边吃饭 然后一边看课 像我们自己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就是早上很晚起来 然后肚子磨磨对不对 很希望就是可以有点吃的 但是什么包子什么早餐啊 就影响了教室的课堂 所以我们上网课的另外一大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边吃饭 然后边看老师上课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当然呢上网课也有缺点 第一个缺点呢就是 最大的缺点就是网速嘛 这跟网速有非常直接的联系 如果老师的网办 咱们整个班的学生听的课都卡卡顿顿的 对吧 如果一个学生的网办了的话 我就错过了一些 当然呢有回放 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去看回放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这个问题呢 对吧 咱我不可能只把缺点啊 列出来 我还会给你提一个改善的方法 对吧 改善的方法呢就是那个丁丁的话 它有一个清晰度 所以你可以去选择那个清晰度 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升你们家的网速 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可能相比课堂来说 互动性更差一点 有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去改善呢 就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连麦可以通过公屏 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英语课的话 就是需要大量的考虑练习嘛 老师怎么样判断你没有练习 就上课的话你还可以看着他 但是你边上课就是你可以去录音 然后最后去打包发到他的邮箱 这样呢老师就可以对学生起到一个监督作用 right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你如果一直坐在这里的话 就会脖子很酸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缺点无论是对网课或者是你在教室上课 都有这个缺点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解决呢 就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有在做那个周六夜的拉伸斜方机的 就是那个你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操 我觉得那个操就是蛮实用的 就是他会对你的就是这边还有前面 这边还有后面就是四周哈 都给你拉伸完了 哎完了你之后就觉得哎脖子非常的轻松 第四个缺点呢就是除了我之外 很多我的同学哈都反映就是你看了一天的屏幕对不对 你这个眼睛确实着不住哈 还有你这个视力就会下降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除了我们上网课 比如说什么上班族爱打游戏的爱玩手机的同学 其实都有这个通病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去缓解呢 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在课间去做一下眼保健操 或像我的话我自己因为不是很爱做眼保健操哈 我自己有这个我自己的话 就是有这种眼部的按摩仪 它是乐范i Pro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乐范眼部按摩仪 它有三种模式 比如说眼保健操算一个 还有日常舒压 还有一个睡前的就是睡眠放松模式 对模式 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它有这个加热功能 我之前的话我自己很喜欢用那个蒸汽眼罩嘛 那蒸汽眼罩就是一次性的 然后买这个的话就可以一直加热 就是眼睛温温的很舒服 然后呢这个还有音乐嘛 就特别是那个助眠模式那个音乐 特别的搞笑 我给大家听一下 你看就是那种很舒缓很大自然的感觉 又因为你用这个 所以你就不会看手机 然后就避免你去熬夜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音乐又一响 按眼睛我就觉得很很催眠 如果有那种什么睡眠的问题啊 也可以去买一个试一下 因为现在是这个特殊时期嘛 所以咱们现在就只能上网课 我今天给大家录了一个这种上课的Vlog 也给大家列举了上网课的优点和缺点 同时也把这种缺点的改善方式给大家说了一下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把上网课这种方式发挥到极致 无论我们在哪里学习 无论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学习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克服 我们也一起克服好吗 我也相信我们国家呢会很快的去度过这个难关 在春兰花开时我们一起去学校 我们一起上课 OK guys 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不要忘记点关注 不要忘记点赞 thank you guys take care bye bye love you 带春兰花开时 花快 花 lotion 搭� 没事